人家伦对白鹿也太不一样了,竟然把自己的衣服脱给白鹿,这剧情走向实在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,虽然周深如孤和一生一树都播完了,但是这两部剧的花絮还没有放完,而就在最新放出的花絮中,人家伦竟然把自己的衣服脱给了白鹿,这也太暖心了吧,不愧是温柔如睡的人家伦,这举动也太好科了,今天就快跟小别一起来看看这花絮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 哈喽宝宝们,咱们又见面了,人家伦作为新一代古装美男,兼具古笑眉玉皮笑眉,眉目如画,眉如冠玉,神行俊朗,一笑就涉人心魄,用什么意美之词形容都不为过,因为长得好看。 人家伦时常被网友称为古装天花板,扮上古装的人家伦,时而温文儒雅,风度翩翩,时而清冷高贵,霸气神情,无论何种类型的角色,她都没让人失望过,她高冷却不面瘫,霸道却不油腻,凭借自己的努力愣是从一个18线的小明星,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,成为如今娱乐圈中不可忽视的存在, 今年绝对称得上是人家伦大放光彩的一年,连续四部剧,接连霸品,让喜欢人家伦的观众看得只乎过瘾,不过说起人家伦今年最火爆的两部剧,还要数捉身如辜和一生一世,这两部剧,一个讲的是浅世,一个讲的是今生,观众们抱着对浅世虐恋的遗憾,从今生的高田中寻求未解,而她和白鹿一起合作组成的陈氏夫妇,也尤为被观众喜欢, 在《周深如故》中,任嘉伦扮演年少成名,功高盖主的西周小南辰王周生辰,而白鹿扮演出身高贵,知书达理的清和翠氏女翠时宜,周生辰作为小南辰王,一心报国,贪力士,一生助手边关,不娶妻妾,不留子嗣,而翠时宜刚刚出生就被制服为婚,成为未来的太子妃,一个终身不娶,一个已有婚约。 在恪守礼法的古代,两人的恋情注定将以悲剧收场,后来使一拜周生辰为师,入南辰王府旧住,从师生到直音,从细心教导到默默守护,在微甜暧昧的气氛中,两人的感情渐渐升温,但爱于世俗的阻拦,他们只能将感情深埋心底,发乎情而止乎力, 这简直看得观众着急又无奈,对那个礼数周全的旧时代深呼痛绝,恨不得能替时宜和周生辰,互相表明心意,让他们赶快在一起。 而两人的虐恋在于,周生辰惨遭奸臣陷害,以谋逆之罪,被情敌刘子航下令,替下美人骨而死,这对时宜来说,自然是不可忍受的,所以随时宜一身哄一,在城楼以约而下,追随爱人而去。 悲惨,太悲惨了,好久没有看过这种男女主双双臂的剧了,大结局正派竟然死得不剩几个,确实太让人意难平了,不过也正因为此,周生如故被网友们铭记在心,十分难以忘记,而和其他古偶剧相比,不难发现,此剧没有吻不停的尬天画面,也没有抱着转圈圈玩浪漫,两个人最亲近的动作也仅限于拥抱, 两人都遵循着古代礼法约束,隐秘的感情不言于表,全靠眼神传达,层层递进细腻而克制,终究还是家国情怀大于儿女私情,带着对浅室虐恋的遗憾,网友们等到了一生一世的开播,也许编剧理解了网友们追剧的苦,所以在开头就迫不及待的给网友撒糖,开篇就是高天片段,今生的时宜带着浅室的记忆,来寻找他最爱的传道。 两人出自在机场偶遇,便一见钟情,女主单刀直入,开启女追男模式,女主说,我最近工作一直看见你这个名字,所以,方便留个微信吗?男主一脸蒙圈,但还是留了个邮箱地址。 听说男主在西安工作,女主以旅游为名奔赴,又知道了第二次偶遇,浅淡的几面支援后,男主就向女主求婚,开启先婚后爱的模式。 虽然一生一世又甜又虐,但索性,今世没有留下遗憾。 周生辰的愿望,独有时宜,为我所求,终成真。 看到他们恋爱的甜蜜,结婚的小确幸,小编真是喜极二气,太好了,我们刻的CP终于在一起了。 诚实夫妇让人喜爱,周生辰和白露也备受关注。 看了花絮后,不少观众发现,白露其实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女孩子,在剧组中,也不掩饰自己,把个人生活中的一面完全地展现出来,大家都很喜欢白露的像,觉得这才是真实的艺人。 而任嘉伦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,这俩人在片场,简直就是两个活报,很多网友跳看到,看了花絮,感觉自己之前流的眼泪终究是错付了。 白露不拘小节,任嘉伦幽默搞笑,成就了这对CP组合,也让大家对他俩越来越喜欢了,更希望看到两人再一次合作。 那么,问题来了,任嘉伦和白露会再次合作吗? 很多人觉得不会了,大家都知道任嘉伦已经成家了,所以在很多剧中,几乎是没有什么吻戏的,这次和白露的合作,两人确实互动的很多。 当然,带来的效果也特别好,很多网友都纷纷感慨,任嘉伦怎么这么早就英年早婚了? 所以,就是两人合作得太好了,避免不必要的误会,估计两人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合作的机会了吧。 因为一般特吃香的CP,合作期已过,两人都会开始辟谣结棒,所以他俩二搭,估计可能性不大。 而随着周深如故和一生一世的热播,任嘉伦在美男行列算是站稳了脚跟,不少剧粉称任嘉伦为人间离像。 但是任嘉伦的惩命之路并非一帆风顺,虽然刚出道时便担任男主,但是他首部主演的处女作通天敌人节。 由于公诉原因,导致延误播出,迫于生计,任嘉伦不得不跑龙套揭晓角色。 直到大唐荣耀的播出,任嘉伦才凭借文武双全,桀骜不驯,申请专一的广平王李畜,一碰而红,让万千女子争作广平王妃。 然而,刚刚爆红的任嘉伦却突然公布了自己的婚讯,这使得粉丝的广平王妃梦碎。 大批粉丝纷纷脱粉,任嘉伦刚刚冲上云端,却因为自己的恋情再次跌至谷底,即使再难,任嘉伦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演员梦。 他用作品再次证明自己,在《天几只白蛇传说》中,他是牙剪嘴力,自信高傲的许轩。 在《锦衣之下》中,任嘉伦是时而狠辣暴力,时而温润儒雅的陆毅。 在《不说再见》中,任嘉伦是有勇有谋,正义凛然的基督警察。 所以付出总会有回报,在2019年,任嘉伦凭借《锦衣之下》中的陆毅再次火爆出圈。 他诠释了什么叫眼神有戏,铁而不腻。 陆大人的眼神有时柔情似水,有时能射出刀子,一个简单的眼神便可杀人。 他的眼神纱经典场面也被定义为微笑眼神纱。 任嘉伦凭借最帅锦衣卫再次爆红,这一次人们真正的认识了他。 在粉丝眼中,他是白月光,是人间理想。 从默默无闻到人间理想,任嘉伦无论身处何种地位,始终保持着那份人间亲信。 在2021年,任嘉伦更是化身娱乐圈劳模,接连四部剧持续霸品。 他不仅高产,而且质量好,角色类型多种多样,各具特色。 任嘉伦的帅气不仅需要皮肉支撑,还有要优质的美德来加持。 在荧幕上,他是幼稚偶像,在生活中,他是好丈夫,好父亲。 用作品洗粉,用人品顾粉,既有实力又有流量。 任嘉伦是青年演员里难得的颜值演技派。 在一生一世杀青后,紧跟的便是欲娇妓之与君初相识的拍摄。 任嘉伦将再现浪漫爱情故事,女主为当红花旦迪丽热巴。 两人将主演首部东方童话的古装神话爱情,《欲娇妓之与君初相识》第三位古装神话爱情剧。 此次在《欲娇妓之与君初相识》中,他将继续出演带有嫌弃的角色,让人期待。 任嘉伦饰演娇人常义,他的演技不用多说,能够挖屏就可以证明他得到了观众的肯定。 他也已经出演了大量古装剧,景点角色记忆深刻,再加上他与迪丽热巴首次搭档,两人的颜值绝配。 男帅女美本色出演最美CP,达到的浪漫爱情火花成为精彩看点。 《欲娇妓之与君初相识》,作为一部东方神话的古装神话剧,融入了青春热血,懵懂爱情,传奇探险,纯爱追求等多重特写。 跌宕起伏的爱情之路,《玄幻之路》的唯美场景,又是一部玄幻大剧的诞生。 不少观众看到这剧情介绍,却已经开始期待这部剧了。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一样呢?不知道你最喜欢任嘉伦的哪部剧呢? 好了,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,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,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,咱们下期再见哦!